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具备功德 具备功德 也就是要具备这些表 要有这些表准 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齐勤 然后我们的心也很浅诚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获得上师的加持 修大远蛮 修密法这样子的时候 这个我们曾经都讲过成千上万次了 都要考新兴的强大的力量去证悟 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新兴的话 那是没有办法证悟的 比如说我们对上师没有新兴 但是我们也可以比如说像人生难得 无常之类的 这些很普通的这些修心 修法 我们可以停 可以学 然后学了以后 我如果自己比较勇工的话 虽然我不是很虔诚 对上师没有太大太大的太强烈的信心 但是这个处理心还是可以修出来的 然后菩提心也有可能 虽然这个大乘佛教的 包括先宗也是 大乘佛教的佛教里面讲的所有的功德 都要靠善知识 我们对善知识的这种心形 但是这些极处的修法 像处理心 菩提心 这些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 也是可以修的 但是再往上 就像升起次敌 圆满次敌 尤其是像大圆满 大首音 还有像禅宗这样的这种明心见心 这类的最高端的这些修法 就是必须 这个我们曾经也讲过 弥法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只有两种条件 一个就是我们对上师的心性 这个不是干亲 干亲这个时候是没有用的 我们对上师的心性 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自身的根基的成熟 所谓的根基成熟 也就是我们通过外加性 内加性的这些 翻腹的修联 然后把我们的根基成熟的差不多 然后在这个上面加上我们对上师的信任 心性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这个因缘 举备的时候 和合的时候 然后我们会证悟的 这个是要证悟的 最后因为像大圆满 大首音也是差不多的 那这些最高端的这些经济 这个我们曾经也讲过了 这个时候他又不用这个逻辑 逻辑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用的 然而他又不用这个奇迈命点的修法 如果修奇迈命点 那这个就不叫大圆满的 那是另外一种生气次第 圆满次第的弥法的普通弥法的修法了 所以他也不用这个奇迈命点的修法 那他既不用这些逻辑 像中观一样的逻辑 又不用这个奇迈命点的修法 那是靠什么呢 那第一个就是自己的修加薪的时候的这些内计的积累的这种福宝 这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完全是他就是要靠上师的加持 这两个自己的心性 对法对上师的信任 心性 就是依靠这个力量去证悟 这个力量去证悟 这个时候呢 如果没有这两个力量的话 那就是这个很冷证悟啊 因为那时候呢 什么逻辑啊 齐迈命点啊 还有这些很多很多都是语言 是没有办法表达民心见性 民心见性它的本来的面目 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这个语言说得很清楚的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要靠这个心性 但是我们啊 只有一种啊 只有一种这个世俗的啊 世俗的感情啊 没有真正的这个心性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自己的这种世俗的感情就当做心性啊 当做心性来看啊 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啊 最后就是没有办法证悟的 这个我们曾经也说过 我们抑制上师啊 是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什么 什么目的呢 那就是我们能够找到啊 解脱的道路 能够找到解脱的道路啊 然后解脱的道路 我们怎么样能够找到解脱的道路呢 那就是要闻思修啊 闻思修 如果我们抑制了上师十年二十年啊 从来没有啊 从来没有让我们去闻思修 让我们尤其是修啊 这样子的话呢 那这个我们对上师的这种世俗的这种感情 再生再怎么样 都是没有用的 都是没有 这是一种世俗的因缘而已啊 这个我们对父亲也有啊 对母亲也有啊 对兄弟姐妹也有 但是这个不解决任何的问题的啊 但是我们在这个上师 接触上师的这个过程当中 会产生啊 这种亲切感啊 但是这个这个可以不拍持的不拍持 但是呢 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最根本的 最根本的问题 这个是不解决问题的 我们啊 需要的就是心形啊 这种世俗的感情呢 啊 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啊 所以这个是不解决问题 所以 我这个这种世俗的对象 像父母兄弟姐妹这种的这个感情 对上师 对我们的上师也有 但是呢 啊 这个允许有 但是这个是不解决问题的啊 不能把这个当作信心 信心不是这样子 嗯 信心是什么啊 啊 这个世俗的感情是什么 我们把对方啊 啊 当作一个这个对我很亲的人啊 啊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啊 啊 啊 信心是什么呢 信心我们把对方当作当作佛呀 啊 或者是至少当作菩萨呀 至少最低的先度 也就是我们要把它当作这个像 先迷一里面讲的啊 啊 金刚上师呀 或者善知识啊 啊 这这才这这就是啊 啊 最低的这个信心啊 如果没有这种信心的话 那我们是没有办法真无啊 所以我们啊 第一个啊 学佛的人必须要抑制上师啊 没有上师的话是没有办法学 就像我们学校里面啊 没有老师啊 能学吗 没有老师是没有办法学的啊 佛也是一样的 没有上师就是没有办法学 但是呢 啊 意志上师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为了闻思朽啊 啊 目的就是为了闻思朽 而不是为了其他的这些实俗的事情 所以啊 这个意志上师的目的是为了闻思朽啊 然后最后修行的时候啊 我们需要的这个是 是这个对上师的信心啊 这个特别的重要 尤其是藏传佛教里面 特别的强调 但是这个不仅仅是藏传佛教啊 这个所有的佛教 显宗啊 除了密法以外 显宗的大乘佛教的显宗 经常也提到 这个这个 呃 呃 博日失踪啊 等等啊 这些佛亲口说的这些大乘佛教里面 经常也提到 对上师的信任是 是是是非常的重要啊 所以 我们把这个实属的干亲和这个信心啊 这两个要分开啊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一直上师的啊 是一直上师的这个目标是为了为了寻找解脱的道路啊 为了寻找解脱的道路 有些人呢 抑制了上师以后就是不文思修行啊 不去求解脱道 那不去求解脱道啊 经常就是啊 就接近上师呀 给上师买这个东西买那个东西啊 然后就是啊 就是就唱歌呀 跳舞呀 等等 什么所谓的灰宫啊 护宫啊 这样子 十年二十年过去了 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学到 那这样子的这个抑制上师的方法 啊 是错误的啊 是错误的 这是不对的啊 呃 不能这样子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心心啊 把这个心心和这个要要分开 这很重要的啊 第一个是这样子的啊 但是我们很多这个很多人 把世俗的干亲啊 就当做心心来看啊 最后啊 就是这个世俗的干亲 它是不会有啊 啊 不会让我们走向解脱道路的啊 这世俗的干亲 我们对父母从五十亿来到现在都有过 但是它从来没有让我们走向解脱道路呀 啊 它是没有这个力量的啊 它没有这种功能 所以这两个要分开 这个很重要的啊 我们很多的时候啊 啊 心心啊 很多人啊 啊 就是对他们的伤势啊 啊 有意中啊 有意中感情 但是很多人也就分不清 这到底是心心还是一个普通的感情 很多人分不清楚啊 所以我们把这个节线啊 一定要划清楚啊 这个就是怎么样划呢 刚才时候的 刚才我们讲过了 比如说我们爱我们的父母 喜欢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 这样子啊 啊 叫做叫做什么 这叫做实俗的感情啊 对上世有这种感情的话 那也是这叫 这不叫心心了 那心心啊 就是有三种心心 这个我们之前几天也讲过了 其中最重要的心心就是 我们相信啊 上世啊 有办法让我们走向这个解脱的道路啊 这个心人啊 这是最重要的了 这两个一定要分开 否则的话啊 一开始我们意志上世的时候 就只有这种实俗的啊 实俗的这种情感啊 然后没有心心的话 那这个情感最后让我们啊 让我们走另外一条道路 而且这个道路就是不是解脱道啊 这很重要的 这个特别的重要 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非常重要这个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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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